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在關心中東的戰火 以及呢 俄乌的戰爭 有人會說 俄乌戰爭已經打了兩年了 有什麼好關心的 對不對 我跟大家報告 最近烏克蘭突然間 打到俄羅斯的本土裡面去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戰爭的轉利點 為什麼 因為之前打都是在烏克蘭境內打 是吧 那烏克蘭呢 他這一次打到俄羅斯的境內 哇 國內的這個政論節目就開始了 說啊 俄羅斯完蛋了 對不對 不堪一擊啊 如何如何 那在老船長的觀點 為什麼我今天要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最近的世界上的戰爭啊 因為我覺得對股市喔 有很大的影響 等我講完了 你們就知道了 我們知道一個部隊啊 我是當過兵的啦 那麼很多觀眾你是沒有當過兵的 你姑且聽一下 這個 烏克蘭的部隊啊 到了俄羅斯的境內 如果後面喔 聽好喔 後面有源源不斷的資源的話 那這個戰術是非常的成功 那叫突破 可是呢 沒有 那沒有的情況之下 你只有幾個旅的兵啊 也不過就兩萬多人 加上北約的 你進到那裡面 現在大概已經被殲滅的差不多了 換句話說啊 那個是去送死 懂嗎 但是呢 沒有錯 讓普京啊 顏面無光 但是呢 我相信他們打到這個 俄羅斯本土裡面是沒有用的 那是徒勞無功 因為你後續沒有了嘛 那你就等於進去送死 對不對 可是對普丁來講 他非常火大 他接下來他就會用怎麼樣 更狠的手段來打烏克蘭 對不對 那老美是不是要介入呢 早就介入了嘛 對不對 英國也在幫忙啊 這歐洲這些國家都在幫忙 所以普丁才說嘛 很多的人借著烏克蘭的手 來打我們俄羅斯嘛 所以現在俄羅斯 他也在幫中東的怎麼樣 伊朗這些國家 因為你美國在背後幫烏克蘭嘛 那我呢 也學你嘛 有樣學樣 我呢 也怎麼樣 來幫中東 對不對 所以說俄烏的戰爭 我個人覺得喔 就說大家不要去聽一些 政論節目胡說八道 說烏克蘭會贏 那不可能 戰爭到最後在老船長來看 就是兩敗俱傷啦 為什麼 你有本事把俄羅斯打到他的首府去 莫斯科 他核彈一定會發射嘛 那俄羅斯一發射核彈 這邊一環擊 那就世界大戰就末日了嘛 就是兩敗俱傷嘛 所以我從來不相信任何一個 政論節目的小丑 說什麼俄羅斯會輸啊 那不可能的是 各位觀眾 你們的腦袋不要跟豬腦袋一樣 知道吧 俄羅斯是不會輸的 他就算跟美國打起來 他不會輸 美國也不會贏 這樣懂嗎 到時候就是核彈來核彈去 全世界就滅亡了 明白嗎 那剛才講到中東地區 中東地區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嘛 我現在請你們 因為中東地區 有點小複雜 很多小國嘛 對不對 我請你把地圖畫一下 你畫得出來嗎 我敢跟你講 走在馬路上 100個老百姓 99個畫不出來 為什麼 事不關己 己不關心 不相信 來攝影師 你畫得出來嗎 畫不出來 他只會吃飯而已 對不對 導播行嗎 也不行 對不對 但是大家 我是為什麼跟你們說 你們今天看完我的節目 稍微去看一下地圖 對不對 埃及在這裡 敘利亞在這裡 以色列在這裡 對不對 那這邊是沙烏地阿拉伯 這邊是伊拉克 這邊是伊朗 你要知道 哪些國家的位置在哪裡 對不對 這邊還夾了一個約旦 那約旦呢 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就沙特嘛 然後說我是中立 保持中立 對不對 但他們心裡面是幫誰 想也知道嘛 對不對 那俄羅斯現在出手了 幫伊朗 那伊朗呢 被人家笑嘛 你每次說要打都沒有打 但是我告訴你 伊朗也不是笨蛋 他心裡想 我馬上復仇 對不對 一定打不贏嘛 所以他就開始串聯所有的 這個周遭的國家 然後要跟沙特講好 不然伊朗的飛彈 要飛過去的時候 部隊要過去的時候 要經過沙特的地方 沙特你同不同意啊 要先講好嘛 對不對 還有中國會不會 介入幫忙伊朗 這些我看大部分都已經談好 所以這個仗 我個人覺得勢在必打 那這一打下去的話 各位就不要小看了 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我個人覺得啦 那個仇恨值沒有那麼高 對不對 有些烏克蘭人還很歡迎俄羅斯 有些俄羅斯人很歡迎烏克蘭 為什麼 他們本來就是一起的 蘇聯嘛 大家去讀歷史 對不對 可是呢 中東這些國家跟以色列 那是世仇耶 那個仇積了多久 然後你看加薩走廊多少的兒童小孩 被打死婦女 如果假設有一個人他家人被打死 你說他這一輩子活在世界上 那個仇恨值高不高 那非常高 那種戰爭 有的時候我們知道戰爭 我們有很多目的 還是我要掠奪你的資源 或是我們國界的問題 但是有一種叫做世仇 仇恨 我的家人被你打死 你的家人被我打死 這種仇恨值非常高的 就是中東的戰爭 所以 如果這些國家聯合起來 他們的想法 我大概可以猜得到 就是直接把以色列滅國 因為以色列其實很小 咪咪咪嘛 如果真的這些國家要打他的話 我講難聽一點 你什麼鐵窮系統 那個沒有用 就像大家都以前都以為說 哇美國好厲害 航空母艦對不對 你有看過嗎 航空母艦 好大一艘對不對 天下無敵 在我來看 航空母艦就是一個很笨蛋的武器 就是以今天現今的這個時代來看 就是蠢到極點了 你搞了那麼大一台 你怕人家不知道你在哪裡 你說沒有關係啊 旁邊有護衛艦啊 你就算飛彈來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攔截 我告訴各位不可能的事啊 為什麼 我現在我只要同時發射怎麼樣 如果只有飛彈去 一人機 你做到大飛彈去 然後你打得更多 你把飛彈去 然後你拿出來 不斷去 然後你打了 我認為的 我剛剛都必須 你打了 這裡的東西 我可以想看 啦 有些人流行嗎 那你把航空母艦 還能批個機器 我放在山西袋上 一旦 所以現在都無人機 無人機就是我可以很接近你 那航母它旁邊這些護衛艦 它以前的話它不讓你接近 它有些你在海上你是沒有辦法靠近它 所以只好靠飛彈 飛彈它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攔截下來 但是現在因為數量太大 你沒辦法攔 加上無人機 各位懂意思嗎 所以說美國的介入 我認為也是沒有用的 那以色列自己要小心一點 你一次得罪這麼多國家 同時打你就是要把你滅掉 都有可能 最後我講一個比較 就是我在網路上看過 聖經為什麼可以成為全世界的怎麼樣 大家都奉為 就是所謂的基督教 我們講基督教 都可以把它 認為是最重要的一部經典 因為裡面有預言很多事情 它有預言以色列的建國 那時候以色列還沒建國 就聖經預言建國了 對不對 好像有預言以色列會亡國 所以說很多事情就是說 我講這麼多 我希望各位觀眾 你現在手上很多股票 對不對 那一旦這個戰爭打起來的時候 美國一定會介入很深 那對於美國的國力來講會是重創 那你要知道以前大陸淪陷的時候 上海買東西是用那個晶圓券 你知道 你應該聽過吧攝影師 背一個麻布袋 對不對 我要去買一個饅頭 為什麼 因為你的政府已經搖搖欲墜了 對不對 所以你的貨幣是怎麼樣 不值錢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美國介入這個 俄乌戰爭又介入中東的話 它這個經濟 它現在經濟已經怎麼樣 不大行了 大家都知道 這個欠了一大堆債 美債也怎麼樣還不出來 然後則舉債上限 已經不知道到多少了 那你說美國這樣子下去的話 請問一下它要不要垮 那美元一垮的話 美股一定是崩到不知道到哪裡去 那我們跟美國是聯動的 對不對 他們一定會賣我們的股票 尤其會賣台積電 台積電是怎麼樣 提款金 對不對 一張九十幾萬 他們有多少張台積電 它一定是賣這個股票 因為大家都覺得台積電很好 我也覺得台積電很棒 台積電這一波有沒有跌 有啊 台積電你看 從一千多塊跌跌跌跌到這邊對不對 上來 大家都覺得它基本面很好 對不對 但是如果發生戰爭的時候 它一定會往下掉 那它往下掉 台北股市就什麼 倒V反轉就下去了 就是我會跟大家報告的 那這個可能性是非常高 所以我請你們今天看完我的節目 你去研究一下 中東的戰火現在已經走到哪一個地步 你最起碼你會覺得說 啊這樣子好了 我現在空手 我不要怎麼樣 在這個時間點去買股票 是吧 因為戰爭的東西不是我老船長 也不是你們任何人 包括我們總統 都沒有辦法去怎麼樣 去handle的 誰知道誰有辦法 對不對 那這種不確定性 是股票市場最害怕的東西 而且是全球性的爆發 你就應該怎麼樣 像我的測標寫的嘛 對不對 你要把風險怎麼樣 考慮在裡面 而不是怎麼樣 這個地方再跌再買 投顧老師再慫恿 這個地方 拉回來都是買點 彎腰剪鑽石 最後死的都是你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 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畏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我們來看一下一檔股票 3324 我們看一下雙紅 早上沖一個漲幅很大 5%喔 這支股票昨天它漲停板 那台灣有很多人會去幫忙鎖漲停板 我們都知道哪一家券商的哪一些主力 因為他們就是怎麼樣去鎖漲停 第二天開高就倒給你 好就是這個操作模式 那散戶呢 昨天看到怎麼樣 哇 雙紅漲停鎖很恨 哎呀早知道 昨天一開盤就買雙紅 漲停鎖欸對不對 沒關係 人家跟我們說這邊會有V型反轉上去 所以說雙紅明天只要台北股市漲 它一定是最強的 沒錯吧 所以早上開盤呢 就一堆人衝進去了 看到沒有 收盤就叫救護車了 這個就5%了 對吧 這是今天對於今天來講喔 雙紅套牢的1萬多張 對不對 那這些今天會去套牢的人喔 他們一定不是我的觀眾 第二個 他如果剛才聽完我上半段節目的分析 我相信喔 他不會去追股票 你起碼等一下嘛 因為伊朗說要打喔 說要報仇喔 已經說了好幾天了 對吧 所以大家現在說阿伊朗子老虎啊 其實不是啊 因為伊朗知道他一打 美國一定在後面怎麼樣 幫以色列嘛 那伊朗一定打不贏嘛 怎麼可能打得贏 對不對 伊朗跟美國打打得贏 打不贏嘛 但是聯合起伊拉克啊 這個敘利亞啊對不對 俄羅斯啊 這一些聯合起來的話 我跟大家報告 以色列絕對打不贏 為什麼 美國來了幾艘航母而已啊 那個沒有用 我剛剛就跟你講 現在的戰爭喔 航母喔 沒有什麼路用啊 反而要打你太簡單 你那麼大一台對不對 我這邊導彈先過去一千枚嘛 你攔給我看啊 絕對完蛋了 因為航母的機動性是很笨重的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的戰爭喔 很喜歡用什麼 用無人機啊 無人機是怎麼樣 我飛過去那邊我可以一次一千架嘛 我怕怕你打我 無人機又不是人 他根本就不怕嘛 他可以跟你怎麼樣 自殺式攻擊嘛 所以為什麼戰場上以後 不要講那種小的無人機 以後戰鬥機都是無人戰鬥機啊 為什麼 包括所有的軍艦啊 都是無人的 我可以跟大家講 核潛艇也是一樣 因為有人的話 講難聽點 搞不好打一半會跑啊 打不贏趕快跑 用無人的 我用遙控的 也不怕敵人嘛 對不對 好 所以說喔 不懂得停看聽的人 不懂得風險的人 就是今天早上喔 會去買股票 雙紅很具代表性喔 AI裡面最強的股票雙紅 有沒有 有沒有要去追價 沒有人要追價啦 只有一些怎麼樣 不做股票會死的 手會很癢的 在這個時候喔 不顧風險 再加上有人怎麼樣慫恿 啊這個地方要V型反轉 對不對 啊至於觀眾 會員的風險 是你們家的事啊 你知道投顧老師喔 是這樣 他收了你會費之後 他想著我要騙下一批豬腦袋 他就必須要去買股票 因為你不買股票 萬一這股票拉漲停板 你沒辦法表演 你不能收新的會員嘛 這個道理大家懂嗎 那至於那個風險 他不管的 因為死的話 對不對 又不是他嘛 是會員下去買股票 不是他 他只是發抬訊而已 那老傳統萬一買了掛怎麼辦 還可以再買啊 你們看所有的投顧老師 都告訴你說怎麼樣 跌到這裡的話 就是買點 再往下跌的話 哇這個地方是 不可多得的買點 如果再往下跌呢 那不就彎腰減鑽石了嗎 所以永遠如果一直跌 他們就一直說可以買 事實上會員都死光了 沒辦法買嘛 你們這些觀眾就很好騙嘛 對不對 你只要看一個投顧老師的節目 一直跌他一直買 那個就是詐騙集團嘛 對不對 你參加他的會員 你就倒了八倍子了沒 你就這一波怎麼樣 股災你就掛了 你就離開這個市場 對不對 我老傳長經過多少次空投啊 我看過多少投資人破產啊 就是這樣子來的啊 那些投顧老師有些還在喔 還繼續騙 我不是全市場最老的分析師 還有比我更老的喔 對不對 然後每天怎麼樣 接受那個主持人 女的主持人訪問 然後在那邊高談過擴論 以老賣老 然後你看那個觀眾點閱次數 那個觀眾次數啊 那個觀眾次數啊 都是超過十萬的 對不對 然後他講的內容 你只要過一陣子看 全部都是反指標 為什麼 他走的是網紅路線 那很多觀眾會以為 我常常看到這個分析師 他很有名 他上各大節目喔 什麼飛叉東叉什麼都上喔 我告訴你啊 那個他就 一心一意就是要騙會費 要收會員 他不管會員的這個風險的 不相信我昨天就故意滑來看一下 又在講 又在講 這個地方拉回啊 其實是很正常的 然後呢 到這個地方差不多了 又要上去 又要再走一波了 就是講這種廢話 然後再疊呢 他還是跟你講啊 你看到節目 他還說 這個地方差不多了 你放心好 他永遠不會說 哎呀我在這個地方 就說差不多了 後來疊到這邊 害死觀眾跟會員 他不會這樣講的 所以你們也不用期待 會有一個怎麼樣 說實話的頭顧老師 如果做多看錯的話 最後倒霉的就是你 你只要把這句話記住 對 最後倒霉的就是你 好不好 在這個地方 不會去分析 戰爭的老師 就是怎麼樣 睜眼說瞎話的分析師 我們這個是財經台 又不是戰爭分析台 那你就搞錯 你不相信啊 如果伊朗聯合這些 跟那個以色列打起來的話 你看嘛 世界大戰會不會開始 那就是標準的世界大戰 你開什麼玩笑 那全球的股市 不是要大崩盤嗎 對不對 老船長不會那麼嚴重 那你保證啊 你保證我也不會信你啊 現在事實就是擺在那邊啊 俄烏就打得怎麼樣 越演越烈啊 那中東這邊會不會 接下來越演越烈 我覺得機會非常大啊 而且我還聽說就是今天晚上 我沒有嚇你 你們自己去看嘛 因為伊朗他再不動手 對不對 你說老船長 8月15號 聽說有個和談協議 那個是假的 好不好 早就人家說不和談 誰跟你 各位去想世仇耶 我再講一次 你殺死我的家人 我殺死你的家人 我們現在坐下來和談 有可能嗎 我告訴你不可能 最後啊 我覺得最有可能就是 這一些國家他們全部都跟以色列對立嘛 他就是把以色列滅掉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非常大 那為什麼美國一直挺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就猶太人嘛 美國上上下下的官員大官什麼 都是猶太人啊 對不對 猶太人又在美國很有這個勢力 又有金錢啊 控制著美國政府啊 懂不懂 所以說他必須怎麼樣 要挺以色列 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當然很多觀眾不知道啦 你打仗關我屁事啊 中東離我那麼遠 俄乌戰爭打兩年了哪有差 所以你們要小心喔 台北股市會這樣下來 來 我們來看台北股市 會這樣下來跌4000點 不是沒有原因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 巴菲特賣掉手上一半的蘋果 還有其他的股票 巴菲特把手上的 抱了大量的現金了 對不對 你跟巴菲特不一樣 你持股滿檔怎麼樣 帶上漲 你的老師看大好啊 你的老師比巴菲特還厲害 你知道嗎 巴菲特他看股市會大跌 他把現金抱在手上 等到你們都沒有錢了 股市崩盤跌死了 他在進場 對不對 那你的老師 比巴菲特厲害嘛 你就這樣想就好 那你就趕快去買股票 對不對 那巴菲特他旗下有多少分析師 有多少研究機構 他們研究的時候 就是把這個俄乌戰爭跳過 中東戰火也不關我的事 跟經濟無關 你認為他們會這樣分析嗎 剛好相反 人家一定把這個摸得透透的 那我們剛來股市的第一天 我們應該學什麼 風險先控管 然後再來講利潤 到股市 你一來股市 不是應該要先懂這件事嗎 請問現在有多少人 把風險放在第一位的 每天都想賺錢 再回到雙紅 我今天就舉他做例子就好 今天就現套了5% 對不對 就1萬多張 那你再看一下 反彈好厲害 對好棒棒 各位看一下 反彈好厲害 然後再給你看全圖 這怎麼辦 這是965塊 跌到500多 這怎麼辦 這怎麼解套 我認為還要再破 還要再下去 為什麼 本益比過高 剛好利用全球股市 大回檔的時候 修正本益比 因為我經過很多空投 真的空投的時候 我告訴你 本益比10倍以下 叫剛好而已 超過10倍 都是超高本益比 空投市場的時候 就是這樣 很多股票跌到本益比 只剩2倍4倍 還沒人要 都沒有量 因為空投就是沒有量 大家明白嗎 你經歷過 你就會把老船長的話怎麼樣 聽進去 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大家 要買股票的時候 我跟你講 我一定會帶會員下去買 而且我保證我的會員 手上都有錢 對不對 別的老師就表演 這裡買買買買買 那時候根本沒有錢 發假抗訊 所以我一定要要求自己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憑良心來帶會員 對不對 你崩盤了 我不怕你 崩到很低的時候 我再帶會員大量的買進 那如果你不是我的會員 我相信 你最近一定是天天接到抗訊 天天叫你買 你根本沒有那麼多錢買 你就知道 原來我就是老船長講的什麼 欸 豬腦袋 然後你跟的那個就是怎麼樣 金光黨黨主席 是吧 風險意識一定要有 你不要等到戰爭真的大爆發的時候 怎麼辦怎麼辦 叫政府護盤基金救 我跟你講那個都不是來股票市場的態度 現在全球的局勢就是有這麼大一個不定時炸彈在那邊 你要懂得尊重它 你要在意它 所以你必須要怎麼樣 把風險先控管好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拜拜 拜拜 拜拜